日前在施賞親友的幻聰夏竹山國小第七十九屆畢業典禮熱鬧登場 130位畢業生們將正式離校進入國中來做求學 畢業証書 學生 林品睿等130位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6日生在本校休業期滿 成績及格遵理畢業 依國民教育法制規定 給予國民小學畢業証書 蘭羅縣竹山鎮竹山公小學校長陳榮昌 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以下129位同 竹山國小校長陳榮昌供給孩子們順利畢業 希望每位孩子都能夠堅定志向 持續努力學習 也歡迎他們日後能多回母校走走 聯繫情感 竹山國小今年有130位學生畢業 那在畢業前夕呢 我們祝福我們的小朋友呢 能夠對於未來呢 有一個正確的目標 然後全力以赴 永不放棄 也祝福他們 那雖然你們從竹山國小畢業呢 那一樣 竹山國小呢 永遠是你們的家 那不管是你走到哪邊 記得竹山國小永遠歡迎你們回來 竹山國小校友仙遠成林 當天也到場參與畢業典禮 祝福學弟妹們畢業快樂 期待各位日後都能有更好的學習成長 竹山國小第79屆畢業典禮 今天在齊仙晚盛大的展開 竹山國小可以說是竹山鎮最大 也是學生數最多的學校 那更是我的母校 每次回到母校呢 總是有很濃厚的感情 那在竹山國小呢 其實也有非常優異的表現 那我們期待呢 這些畢業生們呢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學習的 一個成長的一個機會 然後未來他們將踏入另外一個人生的旅程 在新的人生旅程上面 能夠更有展進 然後更能夠發揮他們的才能 議長和尚鋒肯定竹山國小的用心辦學 祝福孩子們畢業快樂 勉勵各位面對新的求學階段 都能夠勇於嘗試並突破自我 讓自身能有更好的發展 記者盧凱竹山採訪報導